大家好,我是赵医生 我们在临床中总碰到这样的患者 说自己最近总爱生气 也没有人招惹自己 却总是爱发脾气 或者闷闷不乐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由于肝食出泻 气急一致所引起的肝于气节症 那患者还帮有 像胸鞋、烧腑、胀闷、窜闷、窜闷、胸闷 喜欢出肠气 中医叫善太息 另外还有像情治、抑郁、抑怒 或者是胭部有媒合气 还有的颈部会长有阴瘤、裸裂这些问题 女性还会见有乳腺脏痛、痛经、月经不调 甚至臂经等等 这样的患者一般都会见到舌大红 脉的一般都是咸脉 那么如果你有以上症状 就说明你出现了肝于气急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应该疏肝解疑调上气急 用什么方法好呢 我们就可以用柴虎疏肝散加减治疗就可以 那具体如何加减呢 还得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呢 辩证治疗 好了 今天的话题呢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